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成都大運會加強安檢 多項禁令已民怨 參觀清華北大要價2000 黃牛亂象已批評 洛杉磯海邊駐真相長城 民眾聲討中共迫害 臺灣西部濱海夏日盛典 東石海之下8月5號登場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 將於7月28號在四川成都開幕 市區加強了安檢 所有建築工地和一些企業停工 嚴重影響市民生活 訪民等敏感人士遭到限制自由 引發民怨 成都大運會將於7月28號到8月8號舉行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將出席開幕時 23號網傳視頻顯示 成都一條高速橋下10米一個警察站崗 還有照片顯示 所有快遞包裹進行二次安檢 成都市民透露 成都大部分市區縣有會場 管制很嚴格 禁令很多 公務員都被要求加班 現在好多地方交通上有限制 成都市區很多線型的規定 很多市民沒法在成都生活 有條件的就去旅遊 沒有條件的就在家裡蹲著 產生陽城的所有的建築工地都停了 有些企業要求要停產 以前奧運會也是這樣 排放廢棄的就要停產 這個時候正好也是高溫 這些企業就放高溫價了 大概有個20天左右吧 不少網友抱怨說 大運會現行後 交通一個慘字 好討厭的大運會 你開你的唄 為什麼要限制快遞呢 為了大運會 我們24天無心大駕 還有網友曬出收到違規 使入大運會專用車道的短訊 再次違規將被罰款100元 另有網友轉發 外國網友評價大運會 巴西網友驚嘆 大運村這是上帝住的地方嗎? 不少國外網友也驚嘆 大運會規格竟然超過北京和日本奧運 大運會和老百姓沒有太大關係 也不知道有什麼好處 投入肯定是比較大的嘛 要面子老百姓肯定要買單啊 外力車牌百錢不能進城的 專用車牌不能走啊 電子人抓的違規啊 加緊安全都是常規操作啊 有污染的或者是人工密集型的 就是融入堵塞交通的那種修訓 此外 大運會前 成都異議人士 訪民等所謂的敏感人士 都被限制人身自由 或強制到外地旅遊 新唐人記者雄斌周天採訪報導 看準中國家長望子成龍的名校夢 那些參觀名校的遊客被黃牛盯上了 一家三口清華北大走一圈要價2000元 引發輿論批評 據北京商報微信公眾號24號報導 為了讓孩子梳立一個未來的目標 張衡一家三口來北京旅遊的行程單裡 清華北大校園遊是最早被計畫上的 但連續三天搶預約受錯後 張衡只好找黃牛幫忙 他說報價都是300多元 如果兩個學校全去的話 我們一家三口光進學校的花費 就要快2000元 2020年1月份 開始是因為這個新冠疫情暫停了 今年的暑假是已經有恢復了 仍然是採用這種方式 是在微信小城區上進行提前預約 學校都不是旅遊景點 也不是景區 學校因為參觀的人特別多 包括把它變成旅遊景點了 那學校又不堪重負 所以學校做出了網上預約 表面看是合理的 但實際上因為社會需求 和這個真正的實際的 它還是相差比較大 所以就出現了這種黃牛黨 北大清華 如果參觀以後 還是要進去也好 要預約 這是一個非常利難 第一所做的事情 就已經不是跑去北大了 因為這是特別自由 特別沖上獨立的地方 如果都不開放了 那對一個民主來說是一種灰難 報導還說 黃牛亂象不只存在於清華北大兩所名校 在某電商平臺以名校參觀等字眼為關鍵詞搜索 發現廈門大學 復旦大學 人民大學等多所學校的有償預約均赫然在列 我想取消其實是應該的 但是它是有條件的取消 如果社會質量極差的話 那各種人員 賢達人員進去以後 學校可能那種安保也會帶來壓力 所以我想學校現在的做法是 跟整個中國社會的這種整體的治安狀況 整體的封閉狀況和整體的情況它相匹配的 針對名校預約有網友說 清華北大也財政困難了嗎 清北能允許這些黃牛存在才是一件見鬼的事情 黃牛是誰的黃牛 這類現象說明 老百姓手裡還有幾個錢 鐮刀還可以再狠一點 也有人說 在全世界的大學都趨向開放的大格局下 中國的頂尖大學卻在自我封閉 這實在是很可悲 新潭記者陳傑 李珊珊 陳傑採訪報導 中共陝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 雲林市原政法委書記錢勞棟 近日被當局立案調查 據明慧網報導 他曾參與迫害法輪功 受到國際組織的追查 通報沒有說明錢勞棟被調查的具體原因 據公開簡歷 錢勞棟曾任陝西省 雲林市副市長 政法委書記 雲林市黨組副書記 市委黨校校長 市人大常委會書記 主任 2019年12月 任雲林市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 主任 另據明慧網報導 錢勞棟任職期間 積極追隨江澤民集團參與迫害法輪功 對法輪功學員劉忠祥被綁架 以及雲林洗腦班 2022年劫持十幾位法輪功學員負有責任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出通告 對錢勞棟進行追查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田圓 綜合報導 上週日 盛莫尼卡海灘邊出現了由多條橫幅筑起的真相長城 上面一行行發人深省的大字 吸引來往遊客驻足了解 並紛紛簽署打倒中共惡魔的請願書 來看報導 今年720反迫害系列活動後 法輪功學員沒有停下傳播真相的腳步 週日 他們來到盛莫尼卡海灘邊 用一條條橫幅筑起真相長城 現遊客講述 中共如何對信仰真 善忍的修煉者 進行長達24年的迫害 宬雙刑獨ל 道獨 有 Schneider 韓風喇駕水切 Dad 無法嘨歷 他名 occurs видим正 gider 國慫尼卡海灘 公民各種消息可能讓他 民主主黨每 fuckin有中國 也成立的主要望 自然不建立了 大家現在實在消息 正有些政府學ech重因 從1999年7月20日起 時任黨魁江澤民出於對權力的極度控制 全面啟動鎮壓法輪功 許多學員被非法抓捕 在獄中遭受慘無人道的酷刑 雖然有些人知道CCP做過的一些惡事 但他不知道能夠殘忍到這種程度 其實提到活摘器官 如果是前幾年的話 很多人他的第一反應就是他很難相信 不太能夠接受這樣的一種殘忍的事實 但是我發現近幾年 當再去跟人們講的時候 因為隨著他對中國共產黨邪惡的這種認識 其實很多人已經能夠意識到說 這樣的事情他是能夠做出來的 而共產黨又要去掩蓋它的惡 掩蓋它的對中國人的這種種種迫害 歸根到底都是共產黨 把中國社會的道德破壞了而造成的 而法輪功呢是直指這個要害 告訴人們只有提升了人類道德才能真正的使這個社會長治久安 人民得到幸福美滿 通過與修煉者交流和閱讀信息 許多人了解中共的真實面目 並在NCCP打倒中共惡魔的請願書上簽下姓名 而美國國會也首次採取實際立法措施 於近日通過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 要求制裁參與活摘器官的人員 最高100萬美元20年監禁的刑事處罰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張博元 李珍奇 加州聖莫尼卡市採訪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南韓央行25日公布 第二季GDP計增0.6% 高於第一季的0.3% 創下2022年第二季以來最大增幅 分析指出南韓央行仍有餘裕放鬆緊縮貨幣政策的力道 日本前財務官素有日元先生稱號的 神圓英斯25號受訪時表示 日本通縮已結束 預估今年內日元相對美元匯率有望深破130關卡 英國約有1500多家應用程式開發商 週一向蘋果提起集體訴訟 控告蘋果App Store收取過高的佣金 要求蘋果支付約7.85億英镑 約新台幣315億元的賠償金 全球奢侈品龍頭LVMH集團 24號正式宣布與巴黎奧院達成贊助協議 執行長阿爾諾的兒子安托萬 在記者會上證實此事 與巴黎奧運的合作將涉及LVMH旗下 自本月17號俄羅斯拒絕延續黑海股物協議後 引發了嚴重的股物出口問題 烏克蘭的農民將很快面臨無法出口 財務緊張的問題 而全球糧食價格也將面臨上漲的隱憂 純變的農作物正快速的採收中 自7月17號俄羅斯退出黑海股物協議攻擊烏克蘭南部 黑海港口城市奧德薩後 烏克蘭的股物出口遭受嚴重打擊 當地農民也束手無策 我們會有些保存 所以我們會有幾個月或幾個月 但如果不可以賣 那會是危險 該農民在烏克蘭中部 經營著一個1萬5千公頃的農場 去年土地上種植的6萬噸農產品中 有5萬噸是從黑海港口運往國外 如今要輸出同等量的農產品 幾乎不可能 同時烏克蘭政府也在積極尋求外界援助 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呼籲恢復黑海股物協議 目前最安全的出口路線 僅剩在烏克蘭西南邊境 與羅馬尼亞邊界的多瑙河港口 黑海出口量的減少 勢必將帶來另一波國際糧食的價格上漲 新唐眼看電視張玲綜合報導 盼臺商回臺投資 蔡英文表示 要將臺灣打造成國際重要產業據點 歡迎回來 來自臺灣的消息 總統蔡英文接見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訪問團 期盼市總與各地臺商發揮影響力 協助臺灣加入CPTPP強化經濟韌性 我知道這次回國 大家也去參訪了臺灣的產業 包括綠燃航態以及循環經濟等等 這些產業在國際上重要的 都是國際上重要的發展的趨勢 在我們政府大力支持下 這幾年來不斷地在臺灣擴大發展 我要歡迎各位臺商朋友一起加入投資行業 將臺灣打造成國際上重要的產業據點 抓住國際市場上的商機 蔡英文總統表示 臺美21世紀倡議首批協定 已經完成簽署 接下來政府會繼續推動洽簽臺美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提供企業更多禮蹟 並期待未來持續攜手市總與各地臺商 打造更繁榮永續的臺灣 新唐人亞太電視張其林 臺灣台北報導 美國一份最新報告指出 中共火箭軍在臺灣周邊 部署東風17導彈 距離臺灣最近的僅有400公里 不過有專家分析 導彈的部署可能不是針對臺灣 而是針對在沖繩或菲律賓的美軍基地 美國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的學者艾弗萊斯 本月發表了中共火箭軍戰鬥序列的報告 他說 衛星圖像顯示 中共火箭部隊正在臨近臺灣的省份 廣泛部署東風17彈道導彈 離臺灣最近的僅有400公里左右 臺灣會謹慎看待 但是不用過度憂慮 東風17是一個高音速的滑翔彈道飛彈 它有比較長的一個水平 飛行距離 打擊範圍是在1800到2500公里左右 所以預估並不是針對臺灣 應該是用來針對在沖繩或菲律賓的 這些美軍基地 臺灣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表示 在俄乌戰爭中 與東風17類似的俄國高音速飛彈 不敵愛國者導彈 它這一種高音速滑翔炸彈 它如果推進到距離臺灣只有400公里 對它的彈道應用是相違背的 俄國的地上高音速飛彈 也被愛國者的飛彈擊落過 中國東風17向前推 臺灣要保持境界 但是不用過度的解讀 旅美時事評論家藍述認為 中共政權岌岌可危 可能會發動戰爭來掩蓋國內矛盾 中共是在整體的向左轉 中共與中國社會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 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也是越來越尖銳 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就會挑起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 來掩蓋內部的矛盾 藍述認為 中共一旦武力犯臺 將面臨西方民主聯盟的圍剿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趙鳳華 張丹霞 劉芳 採訪報道 接下來請看《中國一分鐘》 7月23號下午 黑龍將奇奇哈爾市第34中學體育館坍塌 造成至少11人喪生 遇難學生家長在醫院斥責官方阻擋家長認識 也沒有與他們溝通 反而讓警察前來維穩 24號 許多市民自發到校門口 冒雨鮮花悼念 官民態度成鮮明對比 香港警方7月初通緝 包括袁弓夷在內的8名海外港人 袁弓夷長女袁迷望 兒子袁迷娼 以及去年登報宣誓脫離關係的媳婦容海恩 24號先後被警員帶走調查 袁弓夷表示 國安處人員帶走他的家人 事實上是針對自己在海外的香港議會組織 因為這東西戳中中共的要害 除杭州市區外 浙江省近日全面取消落戶限制 中共戶籍制度長期備受詬病 近年當局不斷推動放寬農業人口進程落戶限制 外界分析 在中國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 中共開放落戶政策 更像是為了讓農民去城裡購買滯銷房 去背黑鍋 擁有約1500年歷史的甘肅山丹大佛寺 7月24號凌晨發生火災 福寺主殿被燒毀 山丹大佛寺始建於北魏 歷經多次修繕 目前是中國大陸的國家4A級旅遊景點 新唐人亞特電視整理報導 美中芯片站正撼 伊澤爾表示 限制中共軍隊掌握高科技 中共多年來以芯片關鍵礦產作為籌碼 與美國及其盟友展開芯片戰 而中共軍方擴張的野心 也讓美國及盟友設法限制中共軍方 掌握高端芯片技術 下面來聽專家的解析 美國和日本荷蘭的出口管制 主要是為了限制半導體等高科技 不讓它用在中共軍隊或國安中 中共近日宣稱8月起對加核者兩種金屬礦物 實施出口限制 伊澤爾表示 這兩種材料是生產半導體的關鍵礦物質 可生產化合物半導體用於手機、光纖、5G系統 以及電動汽車和電池 伊澤爾認為 中共的新措施意味著美中芯片大戰 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中共是想要加打自己在稀有金屬市場中 佔主導地位的籌碼 美國3分的加和53%的折使用量依賴中國 總體而言 中共控制著全球90%以上的加 以及全球60%以上的折產量 與此同時 美國和盟國對製造芯片技術方面的出口管制 也確實讓中共遭到重瘡 但在製造芯片方面 美國和盟國的出口管制 確實對中國的企業 例如上海製造商Smik 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使其遠離尖端技術 最多只能達到7納米芯片 而全球領先的英特爾、台積電、三星 正在將門檻壓低到2到3納米 伊澤爾強調 美國公司僅能夠在中國銷售 勇於商業和民用的半導體 當然 美國公司在中國銷售半導體 所賺到的每億美元 都不會流向中國競爭對手 而且產生的收入 可以再投資於我們子孫後代的創新 最後 伊澤爾重申 美國想要建立一個系統 通過該系統進行控制 阻止中共獲得製造尖端半導體的技術 確保美國出口的技術僅限於商業或民用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美國華府站採訪報導 臺灣西部冰海夏日盛典 東石海之下8月5號登場 臺灣2023嘉義東石海之下活動 將從8月5號開始的連續兩個週末 在東石魚人碼頭登場 24號舉行宣傳記者會 端出多道在地特色海鮮料理 草莓姐姐現身帶動唱炒熱現場氣氛 草莓姐姐跟企鵝 還有嘉義縣長翁張良一起尬舞 東石海之下活動舉行宣傳記者會 翁張良在會上表示 今年的活動將以嶄新面貌 帶給大家不一樣的感受 東石海之下8月5號、6號、12號、13號 那即將登場 那在最後一天有1.2萬發的煙火 那整個的壯觀的程度 那大概比美國慶日 活動現場業者端出自家的新鮮好料 包括有巨無霸海鮮肉丸 鮮鵝蓋飯、鵝鵝蛋燒、成年老菜脯雞湯 以及海味甜點等在地好味道 第一次吃苦瓜做的冰棒 對 然後非常有苦瓜的一種甘甜 準備了兩款餐盒 一款是鵝仔餐盒 主打鵝仔 然後再來是一個葉乾絲木魚餐盒 那鵝仔餐盒呢 我們全部都是用低碳的料理 布袋商圈有超過30架的業者提供優惠 不管是打卡送好禮還是盒菜送飲料 有很多都是買食送一道優惠 縣長翁張良指出 海之下是西部邊海最夯的夏日盛典 有小朋友喜愛的遊具 年輕朋友最愛的流行歌手 老少都喜歡的海鮮美食 還有媲美國慶日的壓軸煙火秀 大家千萬不可錯過 西唐人雅力電視 方雅琴 唐曼嘉義采訪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 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2023年7月25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1642萬6125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3,985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